家 啊 你慢一点走下坡 你要不然脸上肉又一吨一吨的 有像这种话 你能不能微软一点给我说 我怎么微软 你说那个肉一吨一吨的 那不是形容我那个面部松弛 然后脸上肉多吗 然后一弹一弹啊 不是 是你下的太用力了 轻一点 这你看一下 这坡都达到了多少度 有差不多60度了吧 这个角度 那让我怎么下 还穿着高跟鞋 这个度 角度最起码差不多90度了吧 跟垂直在上面一样 那下肯定像这样 这个样子 理解你一下 理解你一下 那下次可以换个方法跟我讲 好 来我们出来拍 衣服不错呀 对了 我告诉你们这个衣服 是我自己的原版的衣服 然后我们打的样衣呢 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因为我们这边物流出了一点点问题 工厂那边给我寄了两次 全部都被原路推回了 其实我也好着急啊 这个衣服 我们现在是在轮尾这边拍照 天都已经黑了 嗯 你看为了给大家拍出来氛围感啊 看一下我 登登登登 我这个裤子在里面挽着呢 动的鼻涕直流 差不多了 刚才拍的时候 我一直在说 鼻子 对 鼻尖的动红了 刚才因为拍这个衣服 我俩还起了争执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也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衣服很好看 他也觉得很好看 但是我俩思路有点不一样啊 走吧 除了说30岁的女人 不能穿绿色大衣呢 我发现很多女生都把自己的年龄 包括穿衣风格 全部都给射线了 这不是我穿上也挺好看的吗 贼漂亮 是吧 我里面搭的是一个黑色的毛衫 然后下面搭了一个小批裙 像这种批裙的话 冬天穿其实保暖性还不错啊 如果你觉得冷的话 你下面再搭配一条黑色的裤袋 脸裤袋就行了啊 其实你这样绿色配黑色 整体出来的感觉就比较沉稳 大气一点 并且感觉整个人很优雅哦 看看 这个属于是一个绿色的羊毛大衣哦 所以整个版型还是比较宽的 其实越简单的衣服 你整体搭配不用太复杂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两个色系出来就很高级的啊 很多女生都觉得一身黑的话 穿出来太闷了 其实你里面可以搭配一个 跳色系的衬衫啊 这种衬衫的话 你春秋夏季可以单穿 到冬季的时候 你就可以叠穿一些啊 毛衫打底衫之类的 你看一下整体搭配了 叫个什么蓝 宝石蓝吧 应该算是吧 这个叫宝石蓝 然后直接搭一身黑 整体感觉很高级哦 你看一下这个蓝衬衫的颜色很正哦 我对蓝色系真的是没有抵抗力的啊 然后蓝配黑 看一下整体效果来 真的是变装神器啊 突然在外变装神器啊 其实我们还有一件粉色大衣 还没练得及拍呢啊 但是现在天已经黑了 光线不行了 所以我就直接穿着吧 给大家收一点浅看一下吧 这个是羊托毛加上羊毛的 超级厚啊 这款真的超厚 把标牌塞进去 这款是粉色的大衣 我那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过了 有一种樱花粉的感觉啊 版型稍有一点点宽 这款比较暖和 其实我可以穿双乐福鞋 这个是我们现在出行的装备 什么样 很方便 对 在家里面要有小孩的话 其实可以拉着小孩出去玩 非常不错 好了 准备收工 走了 回家 好轻呀 这个小吃 上一次我们直接拉了一个平板车吧 大家说平板车跟我们的形象不相符 然后就花几百块钱买了一个小辣椒